2022年春晚出道 只凭一张面具就成为流量明星 色彩斑斓的青铜绣史物 恰似眼中有星河 呈现出一种历经千年岁月洗礼的神秘美感 青铜大面具出土于三号坑 是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的明星器物 2022年春晚 2022年1月31日晚 农历除夕夜 青铜大面具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完成出道宣告式 青铜大面具体量巨大 其面旁夸张 狼角分明 线条流畅 面具上的两侧上下及额部中间有方形穿孔 可能是用于固定 研究者认为 青铜大面具大概率是悬挂在三星堆人的神庙中 工人敬仰摩拜 文宝人员在清理中发现 青铜大面具的右眼眼珠上不仅有玉器 金器 象牙残渣 还有丝织物残留 丝绸在古鼠人的祭祀系统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所以他突出的双目深处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看来青铜大面具的流量时代还远未结束 跪坐姿态 身体扭曲 脚趾抓地 冲天的头发 和巨大的手掌 莫非这就是古鼠人的真实长相 2021年9月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4号坑 出土了三件青铜扭头贵坐人像 这件保存最为完好 它形态逼真 细节丰富 展现出三星堆青铜铸造艺术的高超水平 头微汗 并扭向身体右侧 人像重心 在左肩与双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 整体显示出强烈的负重感 这样的姿态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形器中 绝无仅有 有两个地方最为夸张 一是异乎寻常的大手 二是冲天向上的头发 如果没有残断 头发长度估计超过一米 双手和头发中间都有缝隙 共同构成一个卡槽 这种构造像是刻意而为 难道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而设计 整个人像充满了生动的细节 在他的服饰上 发现了交错V形纹 而他腿上的很多纹饰 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纹身的证据 扭头柜座人像 全部采用整体胶筑的方法 一体成型 呈现出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 这样特立独行的艺术品 到底被赋予了什么特殊意义 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